上课也都会录影 所以老师你不用担心 回去可以复习 我们看一下简报12页这个 这个也是现在AI的一个比较新的趋势 也就是我们以前 这一两年老师用的这个AI 通常你要用chip GT 就是以文字跟它沟通为主 如果你要生成图片 你就会找生成图片的 那我要找像刚刚这样生成音乐的 我是不是就去找生成音乐的AI 可是呢跟我们现在的收讯情一样 早期是不是也只能找文字资料 后来图片啊影片啊 还有很多生活资讯是都可以找得到 还有什么地图啊 通通都在里面的 那现在的AI的入口 也会变成所谓的多模态 就像这一种 像这个就是微软的 微软的它以前叫做 Bing 现在改名叫Copilot 那么你也是在这边 直接就怎么样 直接问它 它可以回答以外 它也可以直接帮你生成图片 也可以帮你生成音乐 就是它有所谓的外挂程式可以用 像这样子 那所以你看我从这边打开 老师都有那个微软的账号嘛 对不对 我们就从这边点开 你就可以进到它的界面 就长得像这样 事实上目前 目前如果老师您想要 就是尤其用在比较正市场的里面的 那个资料的话 用那个微软的Copilot 是比较好一点点 也就是我们问ChimpGT 或者像Google的那个 它以前叫BAR 现在叫German 它们都没有特别标注我的资料来源 可是你用Copilot 它会像我一般那个书后面写个 1 2 它会有那个超连结 告诉你我的资料是来自哪里的 那这个对于老师想要查证相对比较容易 好那你看我们下面这边 您进来之后在下面这里 就可以跟他问问题有没有 然后你也可以上传图片上传附件问他 可是我这次想要让大家体验的是 口拍的也可以生成音乐 我们刚刚是翻唱对不对 他也可以生成音乐喔 好那有没有老师要来玩一下 有吗 要用抽人的吗 哈哈哈哈 诶 你看哦 我们抽一个好了 来来来来 这里 好我们看看哪位老师 诶 又抽到佳文老师 好余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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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诶 诶你看哦 有抽过的 有没有他会自动列入排除 有没有发现 这样比较贴心吧 老师就不用再一个一个排除 诶 诶对对对 所以你看我们再抽 我们抽两个好的 这样 轮流 好 Winnie老师有的 静力老师 诶 来来来太好的 来来来来 你 你要不要来问他 哈哈哈 来 我们看一下这里 好了 这里 我先给各位看一下 你在开始 如果你想生成音乐 要先到右手边这里 您看上面这边 有没有叫外挂程式 其实这个功能 其实这个功能就是我们现在 确实GPT付费的功能 确实GPT付费 如果你一个月花20块美金 它现在有很多这些外挂 您就可以载入进来 好 那Copiler是等于让您免费的 我就可以有这些 虽然它现在不多 但是以后会慢慢增加 所以你看我在这边 我把它按一下 有没有 我现在它可以即时的搜寻网路上的资料 这是一个 再来有什么食谱 还有住宿的 还有餐厅的 有没有 线上商店的 因为这个在我们台湾暂时都还用不到 我们比较有机会用到的是SUNO 下面 最下面这里 你这个动作一定要先开 也就是说 我今天要跟他对话 我要用到哪些所谓的外挂程式 我要先告诉他 在还没有开始问他之前 这样他才会知道说我要去找这些服务 这样了解吗 H-U-M-O SUNO SUNO就是可以帮我们做歌曲 当然你可以单独去这个网站做 可是我现在在这个界面就可以直接呼叫他 来帮我完成 这样了解了 好 那我们就要请老师 你想要生成什么歌曲 你想要生成什么歌曲 Forever Young Forever Young 我最近今年的 三十一二年大学同学会 我后制的时候才用的这首歌 真的啊 真的啊 因为三十几年也要Forever Young 哈哈哈哈 因为同学看起来都没有变啊 哈哈哈哈 所以我的 我的那个背景 因为我就用这一首 那时候脑中突然浮现这一首 虽然也是很久的歌 哎 你要这一首歌 那不然这样好的 我们来改 改善一下 就是说你就直接告诉他 好我想要生成适合 那个同学会的歌 好不好 所以我现在就用它 请你帮我生成一首 字盒 用在 同学会的 欢乐歌曲 哎 老师 不好意思我现在都打字比较慢了 因为现在都语音输入 哈哈哈哈 你们如果是那个老师的 作为系统有升级到Windows11 你可以打开这个 知道怎么打开吗 你们看你们键盘上不是有那个 Windows的logo吗 按一下按着不要放 加H 键盘上的H 按一下放开 他就会打开这个语音输入法 也就是Windows11以后 他把语音输入变成一种输入法 只要你能够输入文字的地方 都可以叫他出来 这样有没有了解 Windows按住不要放 加上H 放开 这样老师OK吗 他也可以打标点符号哦 要怎么打 不用那么麻烦 老师有没有人有用过那个 那个iPhone的语音输入 你们用iPhone语音输入怎么打标点 符号 蛤 对啊对啊 来老师我做一次给你们看 我没有讲到你们都这么客气 你看这里 标号 各位老师标点符号 各位老师标点符号 用讲的就好 用讲的就好 句号 叮叹号 问号 这样会了吗 哈哈哈 其实他也有自动加标点符号 各位老师大家好 冒号 我是某某班同学 惊叹号 像这样子 这样可以 来你看我们请他帮我们生成哦 好我就送出 好 那您看一下 他 会帮我生成一首歌 好那当然你也可以指定 你的那个歌词啊 我现在是没有指定歌词 所以他就自动帮我生成歌词 然后呢 还会等一下会唱出来 好就是那个曲子 就会把它生成好 好他说已经创建好了 在这里 有没有 很快他就把你准备好了 这样有没有感觉到 AI世代让大家真的好像有了魔法一样 对不对 但是你要学的是什么 我要怎么下那个魔法 对不对 就好像哈利波特他去这个魔法学院上课一样 我们现在也在上课 好学习那个魔法怎么用 这样子 哇你看他歌词已经有了 在这里 这样有没有很快 歌词哦 歌稍等一下 你如果给他更多的提示 他就可以做出更符合你的需求 比如说我是哪一个年纪的 哪一个年代的 你要什么歌曲的风格 像最近都是流行韩风 K-POP之类的 他就可以帮你生成好 等一下我们就要听看看咯 这样了解的 所以你看我们 这样子有没有多了解一些AI的应用 从今年开始 跟去年的AI会比较大不一样 是去年是大家经验之余 还在思索要怎么用 现在的话是 都是直接把AI应用在各个领域上了 好我们帮你看看咯 我 唱的是中文好不好 怎么都已经走过同学会在这里 你温满有热闹 简单的幻觉 让我们星星飞扬 其实他的 这个是免费的 但是如果你是他付费的 那个音质会更难 因为我有听过老师付费的那种 真的不一样 比这个就更好很多 有没有连哈哈哈哈都有 这样有没有发现整个AI进来之后 整个就颠覆了 不一样 这个是让老师稍微了解一下 我们这个东西真的好多 好 这样子 有没有 可以的